首先就是IEA的會長Kelvin 各位會董 各位會員 各位商界朋友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第二回合的運動員 我們顧名思義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的 seminar 你看到我們今屆的會長Kelvin 整個都是運動員的身形和膚色 他就創作了這個 seminar給我們 以這個運動員的精神 怎樣令到我們的企業家有一個鼓勵 其實我先去介紹一下我旁邊 我們顧問我旁邊就是龐武林先生 龐先生其實就是冬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他也是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的創會主席 他也是財經界的才子作家 我記得有一本書叫做《新經濟濟霸戰》 旁邊有另外一位帥哥 粒粒巨星 李根興 李根興博士Edwin 我叫他Edwin 他只是叫妹妹 他是成為商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創辦人和行政總裁 他也是一位很著名的KOL 總之商鋪 他就拍了差不多2000條的視頻 我們在座有很多他的粉絲 他也有著作買起金磚頭 買鋪就要買鋪 所以他很押韻的東西 還有那些書很好看的 我都看勻了 我也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上一屆會長 也是草基保健品的創辦人 也是行政總裁 這屆疫情裏 我們公司都是以守護大家的健康為我們的責任 我在這裏言歸正傳 因為我們叫做問動員 很巧合 我就想想 你看到我今天都是挺有運動的樣子 我在想除了我做生意之外 我平時也打一下Golf 最主要都是陪老公去打Golf 其實打Golf給我體驗到 這套運動 Paul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他有很多制定的方式 每一套肝 我們叫做很多不同的兵器 又會打不同的場 你會遇到很多不同的處境 但是他沒有一個特定的對手 反而就是要贏自己 所以以一個運動員的心態 一個Golf的運動員的心態去看 就是我們怎樣去擺打Golf的運動員在自己的企業 就說你不是要贏對家 你是要贏自己 贏對家就顯示你的實力 你最多越做越大 但是原來你贏自己 就是越做越深 還有越做越高一點的層次 你今天自己去贏昨天的自己 所以其實在Golf場裏面 雖然有四個人 一個戰鬥 但是其實各自各打自己的球 就是你不需要有自卑 也不需要有自大的心態 我就想一下 Paul或者Erin 在運動員精神裏面 你怎樣可以給予一些記憶 作為一個企業家 或者Paul先說吧 好啊 我是很同意 就是Golf就是要戰勝自己 不過你也會受人影響 因為別人打到小鳥 其他東西 你自己下水 那你自己的心態 如何控制得到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戰勝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很多運動能夠戰勝自己 很多東西都可以 包括我覺得投資 另外我自己很多運動都玩 但是主力有一個運動 我就是玩網球的 那我就用這個逆境智勝 這個網球就是李娜 那李娜就拍了戲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運動員 就是有幾樣東西很重要 心態 就是我們打球要贏 有贏有輸的 開頭的時候 有對手的 你自己都是有贏有輸 比昨天差 那你就覺得很激氣 為什麼呢 我已經越來越進步 沒有理由去走回頭 是不是 那你變成這個心態 怎樣可以保持得好 然後是體能 你體能要操練自己 好像跑步 或者貴公司的產品 我們要買一下 用一下 保持健康 還有就是技能 就是我 好像你說的工具 技能 或者在我有限的資源裏 我可以買到最好的工具 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隨時可以借回來 有時候 開頭的時候可以借力 然後就是 講我的狀態 今天我的狀態是怎樣 我早睡一點 因為明天很重要 那個golf的比賽 或者網球 我睡早一點 保持得好一點 這就是我自己 在心態和體能方面的進步 然後就是恢復能力 打球的時候 有時候你都沒有想到 可能打五個套 五個套 五個套 打球都不打 是不是 那你變成你們的能力 能夠恢復得快 比你的對手 那你就贏了 但是在你而言 就是要贏到自己 打得出成績 還有又要興奮 如果你打到一個小鳥 我通常第二個 第二個遊戲 就打得差 第二個flight 為什麼呢 後遺症 後遺症 還有覺得自己很有信心 我自己逢山過山 逢河歌河 我最風險的 我最高去打他 因為覺得自己的技術 今天很順風 順手 誰知道呢 就不行了 在投資市場 我們覺得 專心聰明 你覺得很聰明 有人聰明 誰知道 你就出問題了 肯定是 Paul 是很出色的運動員 是不是 那我聽一下 Erin怎麼說 我覺得 你剛才形容 打Golf 其實我很不贊成 我最討厭打Golf 很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你也不打Golf 你也不明白 我求婚 我和我老婆在Golf場求婚 求完婚之後 求完婚之後就不打 目的達成 行動 行動 假裝的 其實我不喜歡打Golf 懶得清高 覺得好像嫁給她 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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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女生 說笑 每個人的sports不同 我自己形容的時候 如果大家認識我 我經常都說笑 以前的時候 我進來這個創意創業會 2007年的時候 多謝 我不知道前面有沒有我的粉絲 但Paul是我的粉絲 如果你是我的粉絲 我是你的粉絲 我是Paul的大粉絲 你是兩位粉絲 我2007年得這個獎 當時專門買小生兒子 幸運地的時候 拿了這個獎 後來一連串 一大抽的獎 都拿了很多 買小生兒子 都叫做香港自由 做到最有規模 幫人創業 但我經常形容的時候 當時就好像游泳池 游泳 拿了很多獎杯 很多獎聲 很厲害 但是很奇怪 原來我發覺 做生意的時候 搞完一大人的目的 為甚麼 目的都是想快點到終點 目的想快點到終點 你可以游泳 你可以跑步 那怎樣 跑步快點還是游泳快點 當然 跑步快點 跑到100 跑到1000都比游泳 以前我就教人家 你做生意 如果目的都是希望快點到終點 賺多些錢 怎樣發達都好 既然是這樣就不要游泳 不如離開游泳池 但離開游泳池那一刻 這些人會笑你 之前拿了掌聲 又拿了獎杯 現在跟非洲選手 亞洲選手 美洲選手 去跑步的時候 你會不會輸 會 那輸了會不會怎樣 大部分人 氣女 之後呢 不玩 不玩之後就跳回游泳池 這輩子就繼續在游泳池裏 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裏 繼續游 所以我以前教人家 如果你決心離開游泳池 你會怎樣 拿去 離開的時候 不要再拿著手 一下子就斬 我不說粗話 總之斬得快 你發覺好奇異 你的手斑了的時候 斬了你的手 你就沒有回頭路 沒有回頭路 你就專心去跑步 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跑出你的選手 跑出你這種方法 贏到人 所以我形容我自己 現在作為一個運動員 我是一個斑了手的馬拉松選手 你很厲害 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你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而且很有趣 每個人贏馬拉松 如果有一個人是沒有了一隻手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會給他多一點 因為是不同 你不是要跑得快 你不是精力好的人 但是你跟別人是不同 你又能夠的時候 在繼續持續地 每天做社運地 肺炎地 風雨地 十日風球地的時候 你繼續每天去做 包括Gammy剛才說起的時候 說我拍了 我應該從今天還沒數 我應該拍了 只是舖的成交 二千五百幾條 加上舖的生意 就是三千幾條片 從早到晚 其實前排的時候 突然扭傷了腳 扭傷了腳 拿著拐杖 就說對了 拿著拐杖去賣廣告的時候 拿著拐杖去賣廣告的時候 拿著拐杖去賣廣告拍片 十日風球 說對了 賣廣告的時候 總之不要死的話 就去街上繼續拍片 社運對了 紅磡封了 照拍片 肺炎對了 全香港什麼限聚領導的時候 總之你堅決去走 這個馬子從你不要停下來的時候 遲到終點了 我今天這個主持很好做 其實他們自動發揮 其實我真的印證過Edwin 那時候由泳池跑出來的時候 因為2007年 Edwin其實都是我們其中一個董事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到你 在旁邊 大家一起看到你這樣的時候 我就看到你彈得很快 我2013年斬了 這隻手 斬痛了三年 2016年站起來 我亦都敢說 現在是全香港麻煩的狗 已經不止一隻手 你一對手 幾對手都有 因為他找到金礦了 所以就知道也是他的性格 其實這個我也是想用李娜 李娜的 comfort zone 就是在中國的體壇 有人扶著他 是國家隊 但是他走出去 他自己 都是李娜的 但是為什麼贏到大滿冠呢 之前贏到呢 你就看到了 換了教練 換了所有的東西 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表現 所以他就用到大滿冠 這個就是跟你一樣 個人質素其實都很重要 自己的質素很重要 把potential拉上來 不如你又說一下 你不介意我叫Paul 不介意我叫Paul 親密一點 不如你又說一下 我們其實坐在這裏三位 其實都是想給多些鼓勵 我們旁邊 或者online的朋友 在疫情裏 其實至正知道 我就知道你們一定會有的 很多秘技 很多武器 你怎樣是鼓勵我們周邊的人 在這樣的環境下 怎樣在這裏求存呢 究竟是求存 還是計算利潤 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首先 你親身的經歷好不好 我的經歷就是 第一 我個人很樂觀 我覺得遠是有機會 只要你用腦 用分析其他東西 你樂觀就有機會 你悲觀 我都不用了 不試了 樂觀第一個 第二 就是各種東西 很多東西有相反理論 即是說 我們譯經說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嗯 如果你說老套些 那些中國人的說話 就是和為福所以 福為禍所福 在福 你享福的時候 就好像我打球 如果打得很順 突然間你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反而就壞了 各種東西都是 但是當你很小心 危機四伏的時候 你很小心 反而你就過得了 贏得了 這樣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投資那方面 就用相反理論 又要堅持 其實我們 又要孤獨 因為我們看的東西 當然是很少數人才賺到錢 靠財也賺不到錢 那你怎樣可以呢 是好 1997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87年的股洲會重現 所以我耗了八成多的cash 所以賺了十幾個percent 那時候我的股票是第一 然後就是98年 政府入市 我就入市 然後賺了68個percent 然後再長遠賺幾倍 這是一個疫情思維 但是我覺得我賺錢 都不夠 Hedge Fund賺 原來它短了賺很多倍 然後你知所羅斯 股血倒到死 它就收回銀行 慢慢上市又賺幾倍 就是它跌又賺幾倍 所以我2000年就要學Hedge Fund 就是這樣 我發覺我做來做去都不夠它做 還有我一手一差池 它的opportunity多 opportunity多 輸了一個它又可以回頭 我們這些一觸錯了這個機會 就沒有得回頭 所以我們要做到自己的機會 是很多機會 輸了一次的機會都可以翻身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做生意做投資都是一樣 所以你看到就是 第一要有軟件 最遠你的vision是怎樣 還有你要代入感 譬如我是香港的特首 我是哪個總統 我是怎樣想法 如果他的性格 怎樣做 他有什麼狀況可以做 那你做完這些狀況 然後一拔劍 他走哪個 你就知道大概是走哪些狀況 你的strategy 你就比人快 快人一步就可以了 那現在快人一步 然後就用fintech 我的speed快點 其他東西 譬如Evan 他有些股票想針出來 那他針出來 嘩我覺得 他覺得很笨 那馬上可以接 接快的人 那就可以了 那這些就是勝算 那第三就是分散風險 和孤子一閘 就是你有很多東西 其實很矛盾的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看得對 我要走了 其實很孤獨 我在開頭問得對 還在升 有很多人說我錯 但是和固執 又有很多人 那你就要不斷地去想 究竟你是不是錯 那你一直要 不斷地反省自己 很慘的 很孤獨的 我想Paul的心智 我在旁邊 覺得他的能量很強 Evan你有沒有覺得 那你呢 你又說一下你自己 我和Paul是兩類型的人 剛剛開麥克風之前 其實Paul和你兩個 大家雖然都是基金經理 但是我完全和你是兩種性格的人 不過一點 剛剛你講起 就是Hedge Fund Hedge Fund中文叫做什麼 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經理聽起來挺好聽 我這些死炒家 大家都是低賣高賣 你都是負責 家庭投資 不非突 一個就是對沖基金經理 一個就是死炒家 走一條街 被人頂雞蛋 但是不重要 為什麼剛剛說 很奇怪 很難相信 你知不知道我呢 我從小到大 我從來不炒賣任何東西 我不炒賣股票 紅酒 閃卡 波鞋 股票呢 我只買過兩隻 就是這個大快活和這個營賦基金 沒有了 我什麼都沒有買過 很穩健的 都是這些大快活 因為我不知道小時候 我去大快活和媽媽說 我想買一些大快活的股票 我以為你喜歡吃那個什麼豬扒飯 焗豬扒飯 之後呢 從來沒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 一炒就炒泡 就是慘 但是意思是什麼呢 剛剛講起的時候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Paul很投資 我看到的 真的完全對的 但是呢 又問一下很有趣 如果你問最白癡最白癡的人 問他 喂 高位應該怎樣 如果你投資的應該拿還是沽 高位 當然是 高位當然是沽 低位應該拿還是沽 拿 最白癡的人都會 絕大部分的投資者 都比白癡更加白癡 高位就追 低位就沽 為什麼 你問一下過往社運肺炎的時候 你問他現在高位還是低位 當然是低位 那為什麼不買 你還買就傻了 香港玩完了 已經是淪陷了 但是你說低位要買 高位要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違背自己的性格 因為他怕的時候 你要我買東西 所以你要習慣 我們交了學費才知道 滿街鮮血的時候 你就要買 明知道自己也不怕的時候 躲著眼睛放些錢下去 不管了 就這樣放下去 就是這樣 就要做到這樣 其實這個都是逆向思維 真的 你要睡得著才行 有些人 慢慢習慣 他買了真的睡不著 他怎樣跟你燃養 所以其實賺錢和虧錢 很容易 當你違背你自己正常性格的心理 有些人寧願睡覺 那你交給別人做 交給基金經理做 所以為什麼呢 我都提醒了那些人 誰是誰 你不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 發覺獨世 如果沙士重臨 你整副性格吞落樓市嗎 剛剛沙士就是重臨 這次不同 這次不同 每次都不同 但是高位的時候 你發覺在舖市 什麼高位 現在是街市位 女創新高 對 你去以前深水埗基隆街 每間店舖可能一千萬 之後升到二千萬 現在賣三千多萬 以前銅鑼灣的波士 一間店舖九千萬 跌到六千萬 現在跌到三千萬 你問我一個是九千萬變三千萬 一個是一千萬變三千萬 但個個都繼續搶這裏 是不是繼續高位去追 我都跟別人說的時候 絕大部份人 投資者是比低能更低能 你不要說那些投資者低能 我其實想你們兩位上來 鼓勵一下我們的投資者 不是說他們低能 你究竟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建議 或者鼓勵一下他們 你真的是低能 我叫你買你不買 這樣不行 好像Paul所說的 逆氣思維 很簡單 不是 而且真的要做 交學費慢慢自己習慣 不是你的女兒 你經常說我低能 我怎樣 我的成績都是這麼低能 沒有你們兩個那麼厲害 那怎麼辦 我就是想大家可不可以貼一下地些 你們真是堅尼地 我發現你們兩位 不如我講一下 我和Paul剛剛說我很不同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當然我非常成功生意人 投資者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好好好 先我們撕開 不要再說 我們真的有些 真的有些 在做石仔的企業家 中小企 中小企其實是我們 整個香港的支柱 骨幹 很多人在做餐廳 餐飲 有些人在賣衣服 有些人在做一些 譬如地產 小小的那些 不是說這麼大的基金 那你先叫何以為計 現在這樣的疫情 是不是 那不是你買多少 一千間套 你不要說 不要說你怎樣買舖的計劃 但我想說 兩位這麼精英 在我們社會上 那些這樣的中小企 何以為計 在疫情上 在這個中小企 疫情中 我首先說 不要說賣東西 但是希望明白 我是做舖 我是做舖 I could have told you 就是現在你看看周街街鋪 社運肺炎後 我已經破產了 你的基金玩完了 沒有人會怪我 但是這真的逐點出紅章 社運開始 我們買入了28間街鋪 沽出了11間全數賺錢 什麼意思呢 但是問題就是 你做生意要知道 如果你走到街上問 100個人問他們 喂 你哪個人想買舖 有多少人回答你想買舖 100個人入面 只有1、2個 即是1、2個 即是1、2個 在觀塘可能只有半個 中環有1個 深水埗有0.3個 我只能說1、2個 真的做就沒有那麼多 真的做 100個人入面的時候 總之有舖 有錢也好 沒有錢也好 想買舖的人時候 可能100個入面只有1個 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做生意 你要做這一個人的生意 即是想買舖 他會怎樣 他會去中原 他會去美聯 他會去利家國內 到處去格格 你只有兩種方法 做到這一個人的生意 就是一 你的舖 要是大一個人 或者你的舖 便宜過人 人家賣3000萬 你賣2700萬 人家賣這間舖 我跟全公司同事說 做生意 一定不可以target這一個人 要target另外99% 是有錢沒有定用 沒有想過買舖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原因都好 就是不想買舖 但是如果知道 你99%的人裡面 你吸到一個 你的market share 就是50% 你吸到兩個 你的market share 66% 我們公司應該把所有的資源 不是serve你一個人 是要serve那60 在街上的99個不買舖的人 盡量 你永遠拿不到100%market share 也解釋了為什麼 我們在社運肺炎後 買得進來的舖 再沽得出來 我們公司現在的market share 是說55% 所有舖王 李嘉誠、李兆基的名字 加起來也好 都不夠一個李登圈多 意思是 就是你要吸到99%的人 那怎樣做呢 待會再跟你解釋 好 我想說說中小型企業 在這個時候 疫史的時候怎樣做事 我覺得我自己都是創業的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我這間公司是90年 就是中東事件 最差的時候 第一最差的時候 那變了市跌到已經很差了 那我的成績 我一定會升的 只是升多少 所以我所有的分 變成了表現 由低位開始 如果我從87年 89年 或者現在開檔 就很危險了 分分鐘長線的投資 表現 因為我們看長期的表現 所以告訴大家 很多Fidelity 大家看到 到上海有些 就close了分 又重新開過 就是等一個低位 就再開 以前那些 你們看不到 2008年之後 2009年開始 那你就覺得很好 那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覺得 就是由低位做好呢 第一 好像說的 鋪便宜 如果我現在 其實看到一些鋪便宜 我就搬過去 租三四層或者買 地下就做一些咖啡店 上面我做我的office 可能比我租office 這個我覺得成本便宜 第二 人才容易拿 因為為什麼呢 人工便宜 因為為什麼 很多人才找不到工作 或者轉行 譬如說 可能不是同行的 但是它是好的 譬如說現在 在飛機服務員 或者其他方面 他們服務是很好 如果我們做 比如servicing 可以招攬他們 前面那些 有部份考到牌 做前線 就servicing 它servicing真的很好 我們試過 那時候請過 試過有些crisis 九八年的時候 請幾個空中小姐 他們是英文好 又考了牌 當然他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servicing 那些客人真的很舒服 那些客人有什麼 complain其他事情 可以很詳細聽 很耐心 你每一個人都便宜 那你的survival 你的margin 又比別人高 而且市場 剛剛開始的時候 你其實 你已經圍到皮 或者你計算了 將來一路好的時候 就是好轉 好轉的時候 你就可以擴充其他事情 一路去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市場來說 在低位做是最好的 我贊成我哥你說 包括自己的心態 都是最好的 最踏實的 最差勁了 還有怕什麼 那我就做得很踏實 那樣影響 就是向好的方面發展 只是好幾多 那這件事 我舉個實例 我自己的經歷 就是譬如我做保健品 都是叫做傳統經濟 我以前租舖好景的時候 8萬元來的租金 商舖7萬 我最近出去看那些商舖的租金 商舖的那些大概3萬多元 可以談 當然你加上管理費 就4、5萬 我很贊成阿波說的那件事 就是低位去想 反而我現在在這個時間 就開始你看到 可能租了一些舖 因為你一鎖就三年的租金 那你就變成可以 我看到我們有些會員 以前可能做某一個行業 突然間現在走去 可能做賣點心 不是他賣點心 而是做了點心的一些連鎖店 因為刀金便宜 而且容易賺人才 你看到很多 可能老闆做開點心 我不做了 不如請老闆回來幫我打工 就鎖住了他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在剛才Edwin說 我不進去 我在泳池走出來 我以前做這行 我就轉去第二行 這樣也有 我覺得還有一點更重要 因為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些人得閒一點 得閒一點就有創意 當你很忙的時候 要應酬 整天去喝 去應酬的時候 你沒有時間去凝聚 停下來想想 你自己的planning 你的vision 你的plan是怎樣做 跟那些人聊聊天 但是在疫情 在任何的事情 永遠是很有創意的時候 就是在那時候有的 所以我很喜歡 就是市場差的時候 我就想 譬如說我們今次 你看到一個VT 就說2008年 其實我跟後面有篇 我在South China 每個星期說 Sunday Money 我就在 跌到市場的時候 我一路已經說走了 然後什麼時候見底呢 我就要問自己 結果在10月的時候 我在South China 就出了整篇東西 我們說已經見底 你要賣 那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機構投資者 走的已經走了 害怕了 賣的就賣了 連散戶都害怕了 個個都在說 已經八千點了 走走 市場還不會跌 沒有人推銷 有的不銷 那就要做 所以我們在10月 就說見底 所以我們閉上眼 都賣了 我也害怕的 因為我沒見過全世界 美國金融 都倒閉的時候 真的我影響 以前就是 亞洲倒閉而已 美國不倒閉 說你金融倒閉 你知道我們是做金融 害怕得很厲害 那會不會現在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做完 你看這篇 現在就是說 然後11月有個箱底 那些人不信 再跌下來 然後我就再在報紙那裡 再說明年是25,000點 結果明年 2009年是25,000點 所以我拿了幾個基金 是拿了第一 在LIPPA那裡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 vision 也有這麼耐力去看 去明白細緻 Macro和Michael 和基本上分析 和投資的心理去做 我也想問一下 例如現在有危機 你看到全世界在印銀子 那你就教我們怎樣去 什麼時候到底 或者怎樣 或者做什麼投資 Edwin 那你又會不會說 告訴我們 你剛才不斷說 我們現在要買舖買舖 那我經常見你 這頭買舖那頭又買出去 那究竟在這個情況下 接下來 我們那個情況 繼續印銀子 就是很多的inflation 那這個也是另一隻猛獸 那你怎麼看 我是經濟白癡 我不用 什麼Macro和Micro 你串我都不太會串 不過 因為我是一個生意佬 你就當我是賣漢堡包 那我入了一批包 加工不是賣包 那我沒理由看它升 升市就不買包 跌市又不買包 那間店不是撿了它 那我一個漢堡包 總之就是 肺炎到現在 個個不要漢堡包 我不是入了28件 賣了11件 因為我們公司行的策略 是入三出一 入三出一 因為租金回報 每一間店舖都平均大約兩三四厘 扣了我基金手續費 我派到出街最多兩厘 但是我跟別人 沒有promise 但我們意思就是 我們跟基金投資者 每年我為什麼要派到六七八厘息給你 就是因為每入三件 我賣一件 賣那件的時候 賺二十多三十個百分 扣了你得稅 扣了手續費 那樣東西的時候 那我就派到五六厘給你 五六厘再加之前那兩三厘 那就是六七八厘給你 我們目標就是 我是一個馬拉松選手 總之就是不斷地每一年 每一年 每個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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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派六七八厘 我們是這樣 升市的時候 那希望的時候 我們就找些 不知道 就一樣沽貨 跌市一樣沽貨 總之我是馬漢堡包 但是什麼經濟研究 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就是知道 一件事 股票我不懂 股票 商場鋪我不行 樓上鋪我不行 住宅工廈商全部不行 原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只是碰街鋪 而我人生目標很低能 我目標就是 總之我死那天 我今年四十六歲 我不知道我死那天 我希望拿著一千間鋪 因為香港有十萬間鋪 你拿著大人走的 我不知道 總之我 總之香港有十萬間鋪 我對公司全公司目標 就是要拿著一個百分比 十萬間鋪 即是一千間 而現在我們這個分析的時候 由設置到現在 由一六年設置到現在 我們買入了五十四間鋪 沽了三十三間 總之就是我們要把這兩個數字 變成一千 什麼時候呢 我不知道 努力地向馬拉松的目標進行 阿里迪買鋪或買鋪 碰一千的目標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做 但是呢 這個過程中 當然 人家賺到錢 那些錢就自然來 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一直朝著這個方向 OK 我看到在疫情之後 我發現 每一個行業都在面對 所謂的新經濟 阿波剛才說 也有本書叫做新經濟 類似這些 topics 我自己做保健品傳統行業 我們很多是零售店 即是實體店 現在搬到很多網路上 也有很多是做保健的 或者是做醫療的 也有網路平台 我想說 究竟所謂的新經濟又是什麼呢 阿波可以幫我們 或者解釋一下 或者是我們應該朝著什麼的方向走 因為疫情之後 很多事情都變了 好 之前我說新經濟的時候 其實阿波剛才說的 我覺得我們都在學他的 為什麼呢 買五間店出三間 或者出兩間 入三出一 每三分之一 我們覺得我們投資都是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不套回 第一沒有位置買 還有現在我們其實 為什麼要派Dividend 比如說我們去年 賺了60% 或者40%的活動 我們叫客人拿錢走 拿錢走 回去買樓 或者做一下旅行 其他事情 就變成他又有錢 我們又套回一些 再低位又再買回 然後跌回市場的時候 尤其是高位的時候 我們又要套回 變成了就是保持一個Dividend 現在我們出的 未來出的分 我們也是有一個Dividend 可以套回給他們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流水不負 如果你拿著它 一直持有 又沒有Dividend 又沒有其他東西 那你拿到它 只是紙上富貴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這個做法是很對 而且很適合投資者 所以他做得這麼成功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包括買鋪 你知道買鋪很低能 真的 買鋪回來 我經常都覺得 每個人都經常問我 買鋪漂亮不漂亮 你沽出去有錢賺 不就漂亮 講那麼多研究那麼多 你買鋪數街沽出去 賺不賺錢 所以我意思是 買鋪的時候 一輩子都不沽 很容易 買鋪持30年 通貨膨脹應該都升了 都會賺錢 很容易 買鋪蝕本出街更加容易 明天即是人接貨 但是買鋪 市沒有升過 拿了不夠三個月 再社運加上肺炎 封關 你都能夠賺多三成 沽貨重複幾十次 哇你本事 介紹這個朋友我認識 我不認識 但是問題就是 做生意就是 人家做不到 你做到才是一盤生意 嗯 放開新經濟 其實我做了個表 在書那裏都有的 其實新經濟和舊經濟的比較 其實最重要的是 新經濟呢 第一 就是個個都是股東 很多時候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人家跟你一起搏 這個就是用整個架構贏別人 第二 為什麼我有興趣呢 因為我有份 我會舉個例 1983年有一個Hedge Fund 現在是世界第一 他能夠做到 沒有一年輸錢 那我就解釋 為什麼呢 做大就是 他其實 新經濟呢 就是我開始不賺錢 都可以的 因為我就是服務你們 收的cost很便宜 很多人用 但是呢 我就一路做到turnover 一路撕到生意 但是現在呢 就更加好了 我可以先拿錢 或者沒有盈利就上到市 嗯 這個是對現在的年輕人 是做新經濟的 還有呢 新經濟股是沒有頂的 暫時來說 直至到 因為它是創新 有很多新的東西 其實你第六條 就是講中小型企業 是怎樣做法呢 我們會講 這個大家看到 就是 完全它不收客戶 希望做大了 然後才慢慢你覺得有價值 你才給我費用 或者我有其他的收入 不用你給的 那這個收入就是很好 譬如說我其他 我自己看到 譬如Alvin那些 Alvin 我自己覺得他可能就是 他要做property app 是不是 那些方面就可能 我沒有involved 是 我知道 但是其實那裡可能 你應該有些share involved 變成了 你可以幫到你 也是你的行業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你做一個行業 其實知不在此 而且你的定位很喜歡 是ESG來的 那ESG的意思呢 你做些事情呢 是環保或者其他事情 很多人覺得你的定位很好 定位很好 自然歡迎你 政府又喜歡你 你的客戶又喜歡你 你的投資者又喜歡你 員工又覺得你的意念好 又有歸屬感 那變成了 個個都是你的貴人 沒有人呢 做二五仔 幫你 喂 其他人討厭你 你成功的機會呢 就更加容易了 那變成了 這個是成長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呢 就不會製造通脹 因為我做了 用兩種新的事情去做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那大概第二 跟著那個圖呢 你可以看到呢 管理方式 同股不同權 以前呢 譬如說我們創立 一間公司已經是一億了 哇 我要佔51% 我要有五千一百萬 傳統是這樣 我們 那我做一做 其實呢 我有個大的有錢人 他看到有眼光 買賣的我 我變成了小股 那我還活不活命 還有沒有我的文化 那如果你的同股不同權 現在在香港呢 上市最大的就是 一股等於二十股 那即使說我是3%呢 二十股就已經60% 我就不用拿那麼多錢出來 不用拿那些錢 那間公司是我控制的 你賺到錢 你有得分 但是由我去 有我的DNA 有其他東西那班人呢 那這個我才會 八分圖強 不斷地去做 因為投資者跟你一起去拼搏 是的 而且透明度很高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看 Tesla的老闆 都是他tweeter說了些東西 員工又聽到 所有人都聽到 透明度很高 所以他都未賺錢 那些人就相信他 那些產品都未出 就可以呢 還要給deposit 等他幾年才能出來 你可以做生意做到這樣 你又沒有庫存 為什麼他開頭成功呢 就是他做到這些東西 就是拿到全世界的目光 全世界的定位 即是一個新經濟 和你的新思維 都要掛勾才行 全部都要掛勾 所以如果我們要創業 或者做 我們應該要 你應該要買我本書 或者看清楚剛才的項目 你要盡量符合那個情況 或者將來發展的藍圖 符合這方面的發展 那你就會討人喜歡 你的客戶 你的投資者喜歡你 客戶又喜歡你 客戶又成為你的投資者 因為喜歡這些產品 我就喜歡 覺得有信心 好像我妹妹 喜歡小米 就買小米的股票 他覺得好 他IoT覺得是不錯 他的價格是不貴的 總之plus 他要賺5%就賺5% 他有很清楚的定位 但每個人都知道他怎樣賺錢 他將來賺大錢就靠到IoT IoT現在開始越來越成功 因為5G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模式 清楚他的Vision是怎樣 透明度的容忍度大很多 他虧錢 我都知道 我都是忍受 未來幾年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Evan 其中成功的一個因素 我就看到他 經常在電視看到他 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在看什麼 如果他是投資者 我會放心 做我們基金也是 為什麼我們不斷告訴客人 我正在做什麼 尤其是他在做什麼 如果我沒有hold cash的時候 他如果知道我有hold cash 我都要告訴他 即時告訴他 讓他放心 不用熟回那些錢 原來低位我是抄底的 如果我抄底的錢 你redeam了 我沒有了錢 cash沒有了 我想怎樣抄底 所以Evan的情況 現在這個年代已經做到 你的透明度很高 你和你的客人 你的投資者 你的員工 那個communication 是即時的 他立即知道你做什麼 你遇到的危險 還是他支持你的 支持你 他就會跟你在一起 甚至加碼 總之起碼不先離開 如果離開就很糟 你是不是要多賣些貨 就賤價賣 所以你的成功 其中一件事 你便能做到新經濟 阿波不如這樣 我當我是一個茶餐廳的老闆 我的茶餐廳都幾乎 又社運又疫情都幾乎 在這裏新經濟 你怎樣去 你當是我的茶餐廳的醫生 你怎樣用你剛才那套說話 去醫治我 這個茶餐廳的老闆 那可不可以 又把你剛才那些說話 拉到地上 去說一說 因為我們現在網上的聽眾 很多的level 那我就想它再咬緊一點 和明白多一點 如果茶餐廳 我覺得一定要環保 或者又要養生 那你可能用 就是我們叫做人造肉 或者其他 如果我要做的話 我自己講到一個故事 就是1980幾年 我就做到金妹火腿 就是人造肉 放下去 有三成是用大豆造成的 那變成大豆造成 其實是便宜過現在的 現在人造的貴 又不對的 就是你造的貴 但是其實做到植物的東西 應該是便宜過 因為它不需要那麼多營養 就像豬肉這樣 你才可以生產了豬肉 你都吃了健康 又健康 那你的定位已經不同了 有機器又不同了 互聯網 就是你的定位要很清晰 是環保 他們很多人現在的trend 是喜歡你的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那加上你有些元素 譬如說 你請什麼人 那些人是否可以做一個S的事 我記得當時我們創業創業會 有一個得獎的銀行館 開頭很成功的 就是用一些老人家 他可以 債菜館 是的 債菜館 如果他做到一些不肥的事 嘩 嘩 嘩 就長逸長逸 就不同了 年輕人都來了 這個你的設計 然後你現在可以在網上做買賣 可以賣貴的東西 一定是可以貴的 不是茶餐廳 你可以性格 不是茶餐廳 好 那如果我又想問一下Erin 我是一間貿易公司 那些單都不能在外國 那新經濟對我又有什麼 你們是爆肚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始終覺得貿易公司 也好茶餐廳也好 我仍然都覺得 如果你只是做一個1%人的生意 他本身已經想吃東西 本身已經想買這個產品 他會到處價格 你只可以有兩種方法去賺他的錢 一就是你的東西比人好 比人好 或者就是你便宜過人 價單比人便宜過人 但是我始終覺得99%的中小期 都是不斷地在這裡鬥靚鬥便宜 每天在那裡鬥靚鬥便宜 如果你有看這個Blue Ocean Strategy 這叫什麼 這叫做紅海 是Red Ocean 互相撕殺 撕橫騙的 整個地都是血 做生意不可以這樣做 做生意你這樣做 你可以做 但是你可以能夠 支撐到你本身 但是你突然間要爆發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是serve 為什麼有抄襲的人 for those 去茶餐廳 for those do not enjoy茶餐廳 貿易公司for those do not enjoy 貿易公司 包括我做生意報基金 是買泡for those do not enjoy買泡 你才能吸收到這些人 記住 如果你做生意 你跟別人說你的東西是漂亮些便宜些 兜腳筛過去 不知所謂 為什麼白癡都懂得漂亮些便宜些 是人都知道佛利多銷 如果你夠膽大聲跟別人說 你的東西是差點 貴點 嘩 你重複一次 你的東西是差點 貴點 繼續排隊過來去幫助你 你本事 舉個例子 如果做茶餐廳 如果你純粹一間茶餐廳的話 那我覺得 除了這樣便宜便宜 那你問我 喂 如果舉個例子 有兩個一個朋友說做茶餐廳 跟別人打 另一個朋友 專門送外賣了 搞搞一下變了一個foodpanda 變了一個deliveroo 變了一個Uber 那你問我 喂 deliveroo的東西是不是差點 是我那些東西難吃點 送到你門口真的難吃點 已經凍了 是不是貴點 是我收delivery fees 那個menu又貴點 deliveroo is foodpanda 那你問我 哪間茶餐廳老闆賺錢多些 還是deliveroo賺錢多些 當然是deliveroo賺錢多些 you have to be different 但是呢 他在做的東西是差點 賣貴點 但是you have to be different 那你怎樣去做法呢 簡單地去講 你一定要有些東西增加 一定要有些東西減少 就是blue ocean strategy 叫做ERRC eliminate 去raise reduce 和這個RRC 就是這個create 但是不要說那麼複雜 當這間茶餐廳 如果我做茶餐廳 如果我做茶餐廳 如果舉個例子我做茶餐廳 我會怎樣做呢 首先我會reduce很多東西 整個餐牌 我會九成的菜 我全部割走 這樣focus 那十樣的東西 八樣的東西 之後呢 可能有舉個例子的時候 連座位都不要 全部站位 OK 三千呎的地方變成三百呎 蠟吞 但是呢 有些什麼create 有些什麼去raise 因為現在餐牌上面 只有十種菜的時候 變成我每十分鐘可以上菜 每個人limit的時候 二十分鐘內吃完東西的時候 就八折 不斷地我做個流轉量 但是呢 因為我的menu窄 我的waistage就低 那我再create些什麼呢 我每天在網上介紹有什麼好吃 每天在網上的時候 就講一些什麼新鮮的食品 而且客人都覺得你新鮮 那些東西 覺得我新鮮 那我就每天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那我去create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一種marketing的模式 肯定 如果你這樣做法 就等於一般的法郎 versus這個叫做什麼 QB House QB House 只是蓄錢 全世界最大 全世界最多的法郎 他賺錢一定多 一個普通一間的法郎 洗錢吹什麼都有齊 但是你一定要有很多東西 客人進來那一刻 他要求洗頭髮 沒有 染頭髮 沒有 電頭髮 沒有 我要求吃牛扒 沒有 我要求坐下 沒有 我要求坐兩下 沒有 你就有很多人 狠狠地 就是平時market server 你要夠膽得罪 你要夠跟他說no 才能夠吸引到市場的99%的人 去光顧你 是 很同意的 我想我們需要多一個小時去消化 剛才Edwin說的事情 因為有南海戰算略 也有Defensation 也有很多EIBA的理論在背後 可以說一點補充他 好 當然好 我覺得新經濟的架構 就是員工有份 已經是戰勝 因為袁峰會這樣 每一個步驟他幫你想 覺得老闆你做得 客人的feedback 馬上給你 馬上給廚房做 改 這個微調去進步 這是很重要 所以要架構之戰 你整個架構是新經濟的架構 大家都一起share 會幫助同一條船 同一個心態 你就會贏 就像這個基金經理這樣 他就是Valice Ontology 他每年是50%多 他就是這樣 他請200個PhD 就是中國人 印度人 以及猶太人 他請的就是 你一進去 你有股份 那你的股份 那你股份就很薄 那人工又高 百多萬美金 每個都進去 很厲害 全世界最最高的 那接著還有一件事 每個股份 那接著是分紅 分紅 因為他表現好 做得好 IT 模特兒做得好 那你分紅 分紅就買回股份 還有可以投資到基金 基金已經太大 一千多億美金 每一個都 已經不要新錢 因為他有利益 那變成你要在這裏做 你才可以投資 那如果你想想 你的股份在那裏 你打工的員工在那裏 你分紅也在那裏 連你自己賺到的錢 你都投回去裏面 你拼不拼命 這個拼命就是很厲害 我想說回零售 你說回海底撈 海底撈為什麼做到這麼厲害 海底撈就是每一個地方 他吃東西很一般 一般的 但服務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 每一個人好像 insurance 有leader 這個區 我傳了師傅 我就可以分 下面那個 每一個店長 店長 看著你又可以分 分個profit 其他東西 其實就是股份 很清晰 每一個人都有分 他就用這個機制 是贏了很快 就expand得很厲害 當然股價跌下來 能不能夠 十星另外一回事 但一路去到機制 他就成功了 但他的質量不是很好 是一般的 你也吃過 那你就看到 用一般的菜式 都可以打得這麼厲害 差點就賣貴一點 是的 不過我都贊成 阿Paul剛才這麼說 因為用我自己公司為例 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保健品公司 其實這個疫情下 我們和員工的關係好了 因為剛才阿Paul也說 你如何分分些share 或者剛才那樣偉大的結構 但如果我們這麽小的公司來計 那是中小企 那其實你就真的要 把你的promise送給員工 在過去這一年裡的過程裡 原來我們發現 員工和老闆的關係是好了 因為他願意留下來 和你們一起去 在疫情裡一起去支持 我相信Evonne也說過 他擺放很多精神時間和利潤 都是放在員工上的 因為你說過的 就是我看過你的一些影片 你說我究竟我的target customer 是什麼人 那你就是員工 我也是員工 因為你只要對你的員工好 他自然就會找到好的customer 給大家 我想這個是新經濟之後的管治方式 因為我們的時間很有限 這麼快已經剩下三四分鐘 十多分鐘 不如大家都說兩句說話 去鼓勵我們在旁邊的一些聽眾或者朋友 好嗎 Erin你說 鼓勵 我經常說 是誰的叫做 Elon Mars 我經常說 如果你需要被鼓勵的人 你不要挫揮 不要做生意 做生意自動波 還要鼓勵才做好一盤生意 那你就認命 這麼貴死負面 想到世界末日 如果我坐在身邊的朋友 那時候的老闆跟他聊天 你會知道 Gammy最近生意怎樣 員工怎樣 這個員工怎樣 怎樣壞 怎樣吃甲棍 我從來都不認同 我從來都不認同 現在跟你說 我買了二十八間店鋪 每個人都很聰明 大哥 洪水封了 全香港在搶廁紙 李根興還在乘車買的 人家當我瘋 但我覺得很低能 全世界覺得舖市跌三成 假設 我們便便宜一半買入 賣貴兩成 那不是有兩成賺 全世界覺得舖市跌四成 你便便宜六成 賣貴兩成 又有兩成賺 永遠危中有機 創業者的舖市坑入面 找到飯吃 大哥 找不到屎都要吃 但意思是甚麼 不如鼓勵 好 我自己出了兩個power point 其實我覺得 就要第一八卦 好奇 很多新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apply到你那裏 這個就是 第二就是事 我覺得就是 你應該要看 現在新經濟有些甚麼 或者我們叫科技有些甚麼發展 是對你有幫助的 我舉例子 如果你沒有5G 就沒有無人駕駛可以出來 沒有IoT可以出來 那你就多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和你的行業有些甚麼可以做到 這件事就很重要 如果沒有boardchain 你根本就沒有crypto出來 crypto出來 你可以想一下 你的property可不可以用代幣收呢 其他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想 NFT 很多東西可以做到 就是代替買你的東西 可不可以積分 用了這些NFT 用了你的代幣呢 或者其他東西呢 那我覺得 這些每一樣的科技 就有新的空間 新的模式出來 如果你早些做了它之後 第一 現在又有好 有incubation program 政府又支持你 又可以進了cyber port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 團體 好像你們這樣 創業創業會 大家互相扶持 大家sharing 其他東西 跟著又有funding 又有macco fund 其他東西 一路投資 那你變成成長的路 你就會好很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圖 你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硬件 軟件的發展 你要了解 現在去到哪裏 這個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科技的創新 是給了你很多不同的機會 亦都不同的經營的模式 第二個圖 出不到 我要按 我按 這個軟硬件 大家看到的趨勢 事實上 就是很多東西會出來 譬如有些東西現在做不到 譬如為什麼這個疫苗 現在這麼快出來 就是因為量子計算 其他東西這麼快出來 DNA排除 以前要幾年才出來 現在已經計算出來了 計算出來了 已經可以了 這些東西 以前是做不到 但是現在做到 我覺得現在很理想 你想得到的東西 你肯做 可能都做到了 你想想的service 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競爭來 就是看你自己的創意 和模式 其他方面走到哪裏 就算很舊的做法 我覺得 譬如說基金 將來可以收到 基金 將來可以收到 如果收到基金 可以收到年輕人 說我有一股 我都可以買你的 基金 你便很好 哇 每人買一股 又買鋪 又其他東西 為什麼現在的game stock 可以做得這麼厲害 就是美國可以一股 香港應該要快點走 一股也可以買 是不是 還有騰訊這麼貴 還要買一手 是不是 年輕人 讓他們快點 去了解公司其他東西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要創新 你的turnover就不同 那些player 又不同 完全不同player 現在美國的player 贏了對沖基金 多大都沒有用 是不是 所以 Evan可以想 將來 你是一千間店 不是 很多裏面的知識 不外乎我聽到Paul說 裏面就是 你不斷向新的東西學習 很多一些 上新思維新經濟 還要實行 還有很多公職 亦都很願意去扶持 我們這些年輕人 還有拿一些resources 因為我們在社會裏面 有很多的補貼 有很多的資助 我們一定要放眼出去 不要對著自己的生意 每天在這裏 自冤自癌 而Evan那邊 就教了我們很多 一些南海戰術 他怎樣的defensation 怎樣與別不同 所以我看到 專一 是的 和專一 他跟我一樣 都是二十年做一件事 那我就很專一 那我覺得 在這裏 都真是很多謝兩位 專家 我都得獲益良多 我想在旁邊的朋友們 你繼續聽我們的 民眾園 我們的seminar 因為我們的創意創業會 就是來自於城市青年商會 我們在二十多年裏 選了很多很多的會員出來 我們每一個會員 其實都是每一年 有十位得獎者 就是一個創意創業大賞 剛剛都選完今屆的創意創業大賞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了解我們的創意創業會 你可以去我們打去Facebook 我們有一個平台給大家 可以重溫今天這個seminar 我們接下來兩個禮拜後 六月二十五日 有第三集的問董員 這個seminar 到時介紹大家 要留意再收聽我們下一集的活動 在這裏先來一個再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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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